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一到周五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台湾的音庙文化 刚刚过去的农历七月 好像有蛮多的频道跟社群 都会做一些跟鬼月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这一集也来蹭下鬼月的热度 不过我们要讲的不是鬼故事 而是音庙文化 在台湾生活这么久 你从小到大应该有看过很多不同的庙 有些庙很大一间 看起来就是很气派、很宽敞 甚至很有钱的感觉 但有的庙可能就是小小一间 出现在某个路边连大门都没有 但这种庙很多都会挂上红布条 上面写着有求必应四个大字 而这种路边看起来有点神秘的小庙 很多就是所谓的音庙 但一讲到音庙 大家的态度好像就蛮两极的 有些人说音庙超级灵验 真的有求必应 但你可能也有听过长辈说 那个地方不好啦 不要乱拜会出事情的啦 那音庙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我们要怎么分辨这间庙是音庙还是羊庙 如果今天你想要去拜音庙 有什么样的禁忌或是规则要遵守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音庙文化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想要开始培养家里小朋友的日常生活能力吗 那就赶快来考虑看看盲狗狗绘本吧 盲狗狗是我们团队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 内容包含了教小朋友怎么过马路 怎么预防在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 另外还有建立身体界限 认识挫折的情绪 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等的生活观念 我们在推出之后就大受欢迎 很多家长都回报说 他们的小朋友每天都想要听 另外也还有深受家长好评 让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寻宝游戏本 可以让孩子在台湾的场景当中观察细节 不只好玩又能够让他们练习长时间的专注能力 目前10本全套组合有现身2000元的超划算优惠 那如果输入资讯栏中的专属折扣码 podcast77就还能够再打九折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到芒狗狗官网去看看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要介绍音庙的由来 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复习一下台湾的民间信仰 以前清朝的时候 很多汉人都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那边移民过来台湾 顺便也把他们那里的信仰还有习俗给带来 那在这些地区 鬼神信仰非常的盛行 也就是说那边的人不只会拜神还会拜鬼 等等等等 你可能会想说拜神很好理解 但为什么连鬼都要拜呢 这边我们可以引用左传里面的一句话 鬼有所归乃不为利 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鬼魂如果有归属就不会变成厉鬼 中国的民间信仰主张说 如果人死掉了 但没有好好被埋葬 也没有后代子孙来祭拜他 那他们的灵魂会因为没有办法安息 变成到处危害人间的恶鬼 但反过来说 如果这些灵魂有被好好安置跟祭祀 那他们就不会在阳间里面游荡 打扰还活着的人的生活 那我们这一集要聊的音庙 其实就是专门在祭祀这些鬼魂的庙 音庙所祭拜的鬼魂 大多数都是因为灾难 战争意外 或是其他非自然原因死亡的人 简单来说就是死于非命的人 这些人他们的骨骸 可能会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也没有后代子孙去安葬跟祭拜 或是有些灵魂可能原本有子孙在拜 但是在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 他们家族可能没有后代了 就没有人继续去帮忙扫墓 甚至这个坟墓也因为年久失修 整个消失在土里面 一直到后来 有人要在那边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 才意外的发现 那为了让这些灵魂也能有个归属 人们就会把这些身份不明的骨骸 搜集在一起 为他们建立小庙来祭拜 也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银庙 但是如果完全不知道 这些鬼魂的来历去拜拜 好像也很奇怪吧 所以我们可以从庙的取名 来大概的判断一下 这些银庙都是在祭拜哪些人 比如说这间银庙的名字 是有应公、百姓公、大众爷、万善爷之类的 通常就是在拜人家盖房子的时候 挖到的骨骸 或是因为这些特殊的原因 已经找不到人帮忙祭祀的骨魂 那这些名称里面的公、爷 也可能会依照性别不同 替换成有应妈、百姓婆等等 另外有些银庙会用发现尸体的地点来取名字 譬如在水边找到的王者 会叫做水流宫 在医院里面过世的孤魂 会叫做愿主、愿公、愿婆 一公、一婆等等 那如果是在战争里面过世的王者 我们会尊称他为将军、元帅 而在泄斗当中过世的客家人 就会被叫做像是义勇公、义民等等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 通常就会叫他们姑娘跟仙姑 特别是很年轻就去世 没有结婚的女生 以前可能就会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家人去祭拜他 最后变成流浪的鬼魂 好的 那既然银庙祭拜的不是一般神明 而是这些无家可归的鬼魂 那在拜银庙的时候 就有一些规则要好好遵守 以免冒犯到里面祭祀的亡魂 我们整理出来 台湾人拜银庙最主要的禁忌有两个 第一是不要在晚上去银庙拜拜 你可以简单地想成 晚上大家都需要好好地休息 所以过了下班时间 就不要去打扰人家比较好 第二是如果你有跟银庙祈求任何事情的话 那要记得在许愿的时候 顺便说清楚自己愿望实现之后 会用什么方式还愿 那如果真的达成了 也一定要依照当时的约定去还愿 你可能有听过 有些长辈会强调说 如果去银庙拜拜就一定要还愿 不然下场会很惨 听起来就很可怕 不过我们只要稍微地换位思考一下 应该也不能理解 你可以想象说 去羊庙里面拜神明 这些神明就有点像是 照顾老百姓的公家单位 政府部门 而银庙祭祀的这些鬼魂 就属于私人委托 有点像是地方的民间势力 那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觉得政府本来就有义务要保护服务民众 这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如果是私人委托的话 就比较偏向双方做生意 有付出才有收获 而且会很重视彼此之间的承诺跟义气 违约或毁约的人 别人下次就不想跟你往来 所以如果你在银庙祈求的愿望 银庙有帮助你达成 但你却没有依照约定去还愿 那银神可能就会以各种方式跟你讨债 比如说他可能会夺取许愿人的寿命 影响许愿人的运势 或是入侵到许愿人的身体等等 那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银神追债的方式也太恐怖了吧 光想的就觉得害怕 那有事情的时候 与其去找这种地方视力 风格有点可怕的银庙 不如直接去找公部门的银庙 帮忙处理不是更好吗 就算忘记去还愿也不会怎么样 对于想许愿的人来说 应该比较轻松吧 但为什么有些人 还是会特别喜欢 跑去银庙拜拜呢 这个答案其实也还蛮好懂的 我们继续用 银庙公部门跟银庙地方视力来解释 像是银庙这种公家单位 每天要办理的民众愿望清单 接到的民众曾经订话 一定非常非常多 那他们通常只能够优先处理 最紧急的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一些关于个人的愿望 可能就要排队很久才处理得到 但反过来说 银庙这种论件记仇 偏地方视力的类型 他们要处理的业务量 一定相对比较少 所以去找他们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 比较克制化的处理 所以你会发现 像是什么国财民安 风调雨顺 这类比较大范围影响的 通常都是属于洋庙的业务 但像是求发财 求感情 防小人 打小三 帮你找这个家里面走失的猫猫狗狗 这种比较私人的愿望 就别要多人 会选择去找音庙 免排队又有效率 而且不是每个人的愿望都很正当 有些不太好意思说出来的欲望 可能就不太适合请神明帮忙 这个时候 改去没在忌讳 有还原就好的音庙 就比较符合这些人的需求 比如说大概在1980年代 台湾很流行像是 大家乐之类的赌博活动 很多人就想要靠着赌博发大财 那这种不正当的心愿 他们就会跑去音庙里面求名拍 而且音庙也会有所谓的业绩跟评价 如果某间音庙外面有挂有求必应的红布 那就是在讲说 这间庙对于愿望的达成率很高 堪称有求必应 那如果一间音庙的办事效率高 风平很不错 当然就会吸引更多的民众去祭拜 好的 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音庙跟羊庙 在性质用途方面的差别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来了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分辨 自己找的这间庙是音庙还是羊庙呢 这边我们整理出了两种简单的判别方法 给你参考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 要看这间庙供奉的主体是谁 羊庙里面供奉的是神明 而这些神明的名字 我们通常可以从历史记载 或是宗教典籍里面找到 像是你最常听到的玉皇大帝 观世音菩萨 阿玛祖 观圣地君等等 反观音庙供奉的 通常是无名的孤魂野鬼 所以就要从庙本身的名称 来做简单的判断 那关于音庙常会有的取名 我们在刚刚也已经分享过了 不过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 我们发现好像有蛮多人 会容易把城隍庙 地藏庵 东玉殿 阎罗宫等等 这种专门处理阴间事物的庙 误认成阴庙 但这完全是两件事 有些神明像是城隍爷 阎罗王他们的职位 虽然是在处理阴间事物 但他们依然是正规的神明 所以祭拜他们的庙宇 是阳庙 不是阴庙 好的 那第二个分辨阳庙跟阴庙的方法 是从庙所在的地点 它的格局 摆设或祭拜方式 等等的细节来判断 通常阳庙所在的地点 会是人口居住比较密集的地方 因为要去阳庙拜拜的人很多 你要把他的位置 设置在大家都容易到达的地方 这点应该很好理解 但是阴庙就不太一样了 阴庙的地点 通常是根据发生灾难 战争意外 或是人们发现王者骨骸的地方 所以就不是以交通方便 人来人往为基准点 反而比较有可能在荒郊野外 而在格局的部分 阳庙通常比较大间 有庙门跟门神 而建筑设计通常会有天井 让阳光可以洒进来照亮整间庙 给神明一个明亮的办公空间 而阴庙通常比较小间 没有庙门跟门神也没有天井 整体看起来比较朴实 也比较阴暗 除此之外 在阳庙里面 台阶跟窗龄的数量 民众祭拜时要拿起支箱 都会使用代表阳的基数 像是一、三、五、七等等 但是在阴庙里面 就会改成使用代表阴的偶数 像是二、四、六、八 其他还有一些细节 像是你在阳庙里面烧的是金纸 阴庙烧的是银纸 还有阳庙会摆放 这间庙里面供奉的主神像 还有其他的附属神明神像 但是在阴庙里面 通常会用排位来代表 这间庙要祭祀的对象 有的地方会直接把王者的骨灰坛 放在庙里面 而有些阴庙旁边 甚至就直接是墓园 当然我们目前提到的这些方法 只能给你当作初步判断的一句 如果你哪天真的要去拜拜 想要进一步的确认 我们建议还是可以在行前查一下 庙里的历史 或是去到现场 也问一下当地人 或是庙里的工作人员 那这集说到这边 你可以发现 阴庙中所祭祀的 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好兄弟 只是一般说到好兄弟 或是孤魂野鬼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怕怕 或是觉得他很凶 很容易被冒犯 所以不敢靠近 不过我们团队 在看了很多资料之后 我们自己是觉得 阴庙信仰所展现出来的 并不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 可能会觉得的邪门歪道 这个文化反而体现了 台湾浓厚又体贴的人情味 为了让孤魂野鬼们 不再到处漂泊 人们自发性的建庙来祭拜他们 让每个离开人间的灵魂 都有归属 而且有些音庙本身 也会随着时间的演变 慢慢变成当地人心中 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地方守护神 像是每年的农历七月 基隆的老大公庙 就会举办基隆中原祭 这个祭典的由来 是清朝时期来到基隆的移民们 在开墾的时候 彼此因为极观不同 发生泄斗冲突 就是你以前在历史课门 看过的张权泄斗 当时死伤的人数很多 所以后来当地的人们 就想要帮这些王者 建立老大公庙 并且希望透过建庙 把这些死者的遗骨 都买在一起 来消除以前族群之间的对立 他们彼此约定 在每年的中原普渡 都要轮流 以不分族籍的姓氏 来作为每年主办的主谱姓 就很像是直日生的概念 像是今年的2022的普渡 就轮到了黄庆来主办 另外 他们也提出了 所谓的赛阵头 代替打不投 意思是说 用普渡赛会的方式 取代以前的泄斗 既保留了竞争比拼的感觉 但又可以减少死伤的风险 透过这些活动 都让基隆这个地方的民众 可以更加团结 往来更加热络 而且这个祭典 也是交通部观光局认证 台湾十二大地方庆节之一 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觉得 音庙文化所展现出来的 除了浓浓的人情味之外 其实也反映出台湾人多元的 移民历史 还有兼容并序的文化样貌 在了解这些之后 心里好像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反而还会觉得蛮温馨 蛮亲切的 好的 那我们这一集 关于台湾音庙文化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追踪跟订阅 另外 我们在EP33 讨论过另外一个有趣的 日本帕琴狗文化 如果你对于这个议题感兴趣 也很欢迎你去EP33收听看看哦 那如果是对于 这一集台湾音庙文化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